今年三星在選擇處理器上會比往年還苦惱 2024年就會是AI上手的元年 三星今年把Galaxy 24定位在史上最聰明的AI手機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首歌科,我是首歌 又到了年底,我們要來關注 明年在年初的時候即將發表 也是台灣最多消費者期待的其中一款手機啦 這款手機就是三星的Galaxy 24 預計它會在1月18號發表上市 那今年比較不一樣的是 預計三星會把它定位在史上最聰明的AI手機 為什麼是最聰明的AI手機呢 大家也知道以前比如說三星有Bixby iPhone也有Siri Google也有它的語音助理 但是如果用過的人都知道 這三個助理其實都沒有那麼好用 三星今年把它定位在最聰明的AI手機 當然有它的厲害之處啦 第一,它會有像TrackGPT一樣的文字處理能力 第二,它有像Dali一樣的圖形處理 還有圖形的生成能力 第三,它有像Whisper一樣的語音識別能力 那它都可以透過AI的方式來幫你識別 那另外呢 在三星最近發表的資訊裡面呢 我們也看到它還可以讀懂你的程式嘛 所以簡單來說 新的三星手機 我們預計它有文字處理能力 圖像處理能力 圖像生成能力 以及語音識別能力 最後一個是它有程式語言的處理能力 講到Galaxy 24我們首先當然從它的外觀來看 那根據手哥目前所掌握到的這些資料 Galaxy 24它一個比較大的變革 就是在Galaxy 24 Ultra 預計會採用鈦金屬的邊框 那其實三星它在研究鈦金屬邊框也研究了好幾年了 那今年大概可能是受到蘋果的刺激 所以三星今年也傳出 在S24 Ultra會使用鈦金屬邊框 那在尺寸方面 今年一樣有出三種版本 分別是Galaxy 24 再來是Galaxy 24 Plus 另外是最大的Galaxy 24 Ultra版本 那Galaxy 24它的螢幕是6.1吋 那尺寸預計是147x70.6x7.6mm Galaxy 24 Plus的話 螢幕稍微大一點 是來到了6.65吋 體積是162.3x79x8.6mm 比S23 Plus稍微高一點 稍微厚一點 但是比較窄 那Galaxy 24 Ultra呢 螢幕是採用6.8吋 那沒意外的話 應該也是用Dynamic AMOLED 2X的這個螢幕 螢幕的更新率呢 也預計會來到最高120Hz 那這個我們常態使用的話 基本上夠啦 尺寸會來到162.3x79x8.6mm 那在重量的部分 外媒目前估計是233克 和S23 Ultra一樣 不過我這邊預測啦 如果是採用鈦金屬邊框的話 那在考量S23 Ultra的這個整體設計 應該是有機會減少20到25克的重量 那顏色的部分 預計會優先推出全系列都有 黑色、灰色、紫色、黃色四個顏色 那當然依照三星它自己的慣例 官方還會再推出獨家色 分別是橙色、淺藍色、淺綠色 不過這些都是預估 那至於官方什麼時候會出 什麼時候會決定顏色 目前都還是未知數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S24這一系列手機的造型和顏色 首先我們來看到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是目前網路上所流出來一張 S24的四個顏色和它的渲染圖 那它在全系列基本上會發行四個標準色 黑色、灰色、紫色跟黃色 那第二張圖是我們傳說中的官網限定色 不過這個暫時都只是傳言 官方目前對這一方面都還沒有更進一步的消息 大家就當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三款手機和前一代S23系列有什麼差別 第一張我們來看到S24 S24比較明顯的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手機邊框的部分 原本有一個弧形的設計 它到了S24以後呢 這弧形的設計被切平了 那另外 在切平以後為了維持這個手機的握持感 三星也在這個邊角的地方做了一個圓角的修飾 可以讓你手機的整體握持感來得更好 那再來就是 閃光燈的部分 也有做一個調整 本來閃光燈是在 第一顆鏡頭的右邊 那現在它移動到了第一顆和第二顆鏡頭的中間 那底部的部分也有一點小調整 就是三星用了好幾年的喇叭開孔 原本是有一條一條的這個開孔 現在變成了一條 不過這個設計 手哥是覺得可能不會這樣子做啦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旁邊還有一個Type-C的開孔 那如果說 它用這樣子兩個開孔的話 手機底部的視覺感 看起來它會有一點偏斜 所以我覺得這個只是Render圖 所以應該不會這樣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S24 Plus 和S23 Plus有什麼改變 第一個和剛剛S24一樣 它的邊框取消了圓角設計 被削平了 所以整個造型看起來會更俐落 第二個也是和剛剛S24一樣 它的閃光燈位置也做了一個移動 移動到第一、第二顆鏡頭的中間 那第三個我們可以從Render的圖中觀察到 螢幕的邊框好像更窄了一點 那如果這件事情成真的話 那也就表示S24的螢幕 雖然說不一定有變大 但它的可視範圍變大 而且也會因為邊框變窄的關係 讓整體的視覺體驗會更加的提升 接下來我們看到S24系列的旗艦 也就是S24 Ultra的這個模擬圖 首先這張圖 它要表示的就是 S24 Ultra 改用了 這個鈦金屬邊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顏色 基本上 就是鈦金屬的原色 所以 其實蘋果今年iPhone 15 Pro的時候 就有用一個類似這樣的顏色 有一點金金的 但是又不是鈦金 那這個就是鈦金屬的顏色 我們可以從圖上看出來 髮絲紋 的質感是 非常明顯的 不過這是Render圖 實際上拿到手機的時候 可能這個髮絲紋 是 沒有那麼強烈啦 那另外一張圖我們可以看到 底部開孔的部分 目前的傳言都是把 喇叭孔 化成單一個開孔 但我覺得這個會再做一些調整 因為 視覺上看起來這個手機 從底部看它就歪一邊 好第二張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S24 Ultra跟 S23 Ultra的比較圖 那如果你沒有仔細看的話 S24 Ultra跟S23 Ultra 在整個背面設計 是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改變 除了邊框以外 還有除了這個邊角 S24有在稍微在往內修了一點點 比較沒有那麼圓弧以外 其他基本上 手機認為S23 Ultra跟S20 Ultra 它的造型沒有變化很多 那在螢幕方面呢 今年的變動沒有很大 不過就是有一些 小小的升級 那我們也知道 S20 Ultra跟S23 Ultra 它的螢幕面板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它的亮度都差不多在 1750尼特左右 那今年S20 Ultra 它再提升250尼特 達到了2000尼特左右的亮度 全系列都會搭載 Dynamic AMOLED 2X的LTPO螢幕 尖峰亮度會再提升到 2500尼特左右 那基本上這個亮度 已經可以讓你在太陽下 看得非常清楚 那 S24 Ultra 部分呢 今年螢幕 的調整 比較多 最近這幾年三星的螢幕 越做越平面 那當然考量的就是 第一個是量率的問題 第二個是螢幕折射率的問題 所以今年的 S24 Ultra 目前看到的 資訊是 它會比 S23 再平一點點 當然這個曲度很小啦 就是它只是一個 很細微的調整 不過這個調整 除了這個螢幕更平以外 因為它也可以減少 支撐的結構 所以它的重量 可以再稍微的 減少一點點 在記憶體方面 Galaxy 24 和24 Plus 預計最高都是 12GB的記憶體 Galaxy 24 Ultra 因為有AI運算的關係 所以預計可能會提高到 16GB 甚至更高 那在處理器的部分 一樣會採用雙版本並行 就是 Snapdragon 8 Gen 3 跟三星自家的 Exynos 2400 並行 那如果依照台灣 過去的慣例 比較有可能 去選 Snapdragon 8 Gen 3 不過今年有點變數 我們稍後再來聊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三星 Exynos 2400 這個處理器 在GPU部分 它的效能 提高了30% 那它使用的GPU 是 940 它是和AMD合作的一個 GPU 今年他們換了 使用最新的 RDNA 3 架構 那有提升了光追能力 不過到底提升多少 這部分目前還沒有 相關細節透露 不過 在跟 Adreno 750 相比 在 Vulcan 這個測試部分 目前 所看到這些數字 還是有些差距 那另外 它也提供了 全域光線照明 也就是 Global Illumination 另外還有反射 和陰影渲染的 視覺效果 那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用來強化在整個3D場景的真實度用的 那CPU的部分 它的效能比前一代的Exynos 2200 提升了 2.7倍 也是蠻多的 但是最讓人驚豔的是 NPU 也就是AI運算的部分 這一次 它效能提高了 14.7倍 這個升級是 非常驚人 那再來我們看到 Snapdragon 8 Gen 3 沒有意外的話 三星今天一樣會使用客製版的 Snapdragon 8 Gen 3 那後面會加個 4Galaxy 那它和標準版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超大盒的部分 運作時脈多了 100MHz 這個增加 應該有可能是 三星在這個 整體散熱的設計上 比較強化 所以 可以讓高通同意 讓它在這個 超大盒 增加100MHz的時脈 那另外在 GPU的部分 是 Adreno 750 同樣的 它的時脈 也是比標準版 多了100MHz 所以這個效能 應該會有 稍微稍微的提升 目前我們在 Geekbench 上 已經可以看到 Snapdragon 8 Gen 3 For Galaxy 這個跑分 那在兩款處理器 目前的 跑分資料來看 CPU 部分 三星 Exynos 2400 在單核和 多核的表現 目前看起來都落後於 高通的 Snapdragon 8 Gen 3 單核落後 9.5% 多核落後 7.8% 在GPU的部分 三星的 Exynos 940 GPU 在 OpenCL的測試中 和高通的 Adreno 750 的GPU 效能差不多 只有慢了 0.9% 基本上這個可以忽略 不過在 Vulkan的測試項目中的 差異就比較多了 低了10%左右 但是在 效能進步上呢 三星和 AMD 合作 這顆GPU 在切換到 RDNA 3 架構的時候 Eclipse 940 GPU的性能 它明顯 比上一代 Exynos 920 GPU 好很多 不過在中光我們剛前面提到幾個數字 它還沒有完全達到 Adreno 750 GPU 它這個同等的水準 接下來我們看到相機的部分 三星在前兩代的相機其實已經有大幅度的提升了 所以主相機 目前的私訊 看起來 它提升的幅度可能已經沒有那麼大了 所以這一次有一個說法是 重心可能會轉向副相機 主相機的部分 可能還是會維持在 2億畫素左右的這個解析度 另外呢 有一個傳言說 原本三星在 Galaxy 23 Ultra 它這個3倍10倍的光學變焦 可能升級到3到10倍的 連續光學變焦 所謂連續變焦 就是以前是使用3倍跟10倍的光學變焦 那中間 用數位變焦來補 那現在我們說的這個連續變焦 說白一點 它就是用前望鏡頭 透過一個伸縮鏡頭的方式 讓這個你的手機可以連續變焦 不過 手哥自己是覺得 應該 今年 還 看不到 Galaxy 24 Ultra 會推出這個 前望鏡頭 因為我們 看一下 目前看到這個 不管是圖啊 還是整體機身的設計上 看起來 並沒有額外的空間 讓三星可以去把這個 前望鏡頭模組 放到這個機身裡面去 所以我覺得 今年 S24 Ultra 還看不到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 今年三星 Galaxy 24的一個大重點 那這個也是 三星在最近幾天才發表的 最新技術 前幾天 三星先進技術研究院 也就是 SAIT 他們發表了一個 三星自己研發的 AI模型 那這個模型 它是屬於多模態的 所謂多模態 就是它可以處理 不同種類的 資料來源 譬如說它可以處理文字 它可以處理聲音 它可以處理圖形 甚至它可以處理程式 它可以處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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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模型 它就是我們所謂的 那這個模型 三星已經把它分為 可以在雲伺服器上運行的版本 也有一個可以讓你運作在 中端裝置 也就是可以運行在手機上面的版本 第二個模型是 Galaxy Code 這個模型主要是給工程師來用的 它可以去識別你整個程式碼的邏輯 那根據你的程式碼的邏輯呢 去幫你產生 相對應的 Test Case 就是測試案例 第三個 這個也是 目前AI最夯的 其中一個應用 就是 Samsung Goss Image 它可以用來幫你做 AI 繪圖 或者是 圖片處理 那AI 繪圖可以做什麼 大家如果最近有看到網上在傳 就是你只要輸入一段文字 它就可以根據你的這個文字 幫你創造出一張圖 不過目前 這個功能 我們還沒有看到 實際上畫出來的效果怎麼樣 因為大家也知道 這個畫圖功能 它是需要 時間來進步的 那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說 三星所畫出來的圖 可以畫到什麼等級 細緻程度到多少 不過 我想這個是可以期待啦 因為畢竟三星都已經發表了 它應該是不會 落後這種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比如說 Midjourney Dali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影像AI模型 那在剛剛我們提到這個 Gauss這個模型 三星會預計推出什麼應用呢 還沒說 不過在這個發表會 現場 三星提到了一個叫做 AI Live Translate Code 就是AI即時翻譯通話的功能 這個功能是三星目前明確講出來會整合到手機裡面的 那它會整合到你的那個通話功能 所以如果說你未來在講電話的時候 它就可以變成你的翻譯工具 它可以直接幫你識別對方的聲音 可能可以直接幫你翻譯 而且唸出來 或者是 顯示在這個畫面上 讓你可以看著螢幕 就可以知道說對方正在講什麼 如果說 2023年是AI下凡到民間的元年 那首歌認為 2024年就會是AI上手的元年 什麼叫上手 就是AI讓你 有感在你的手機上執行 而不是像以前 就是一些 讓你 沒什麼感覺的 次要功能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首歌認為 今年三星在選擇處理器上的時候 會比網年還哭鬧 網年就是 Exynos 或者是高通的 二選一而已 不過今年不一樣 因為 Exynos 在AI運算能力大幅成長 那再加上三星自己研發的這個 高式AI模型 它有可能先 優先優化自己家的處理器 所以 我認為三星如果想要用AI做賣點的話 Exynos 2400 會是 比較有亮點的 因為畢竟 我們剛才也提到 Snapdragon 8 它在AI上面雖然有提升 但它的效能 跟目前 以這種強調有AI運算的處理器來說 它的效能 並不凸顯 所以 Exynos 2400 可能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或許啦 我自己猜測 在明年 S24出來的時候 S24跟 S24 Plus 會用高通的處理器 但是在需要AI運算的這個機器上 也就是 Galaxy 24 Ultra 它會選用自家的 Exynos 2400處理器 來當作 這支手機的賣點 這個會取決於 三星明年要在台灣用什麼樣的賣點來上市 不過以Android陣營在今年下半年的這個態勢來看 我覺得三星明年 不大可能 放掉AI運算的這件事情 所以也就是說 除非 三星的 Exynos 2400 這個AI的運算能力 提升了這麼多以後 還比別人差 除非這個事情發生 要不然三星一定會在某一款裝飾上使用自家的Exynos 2400處理器 那這個就交給三星來苦惱 但我們也很期待啦 明年真的也有一款手機 是我們可以拿手機就來畫圖的 或者是我在手機上就可以做一個很完美的翻譯的 或者是我真的用手機就可以幫我處理很多工作的 比如說 幫我分析報表 幫我摘要內容 我不用再 一直閱讀那種 長篇大陸的英文 我真的蠻希望 這些東西可以在手機上來完成 所以我們就期待三星明年在處理器上的選擇 好以上就是 截至目前為止 手哥幫大家收集到的有關Galaxy 24系列手機的這些資訊 以及手哥自己對於 目前手機在明年AI的發展的想法 後續手哥也會持續幫大家追蹤Galaxy 24相關的資訊 那也會整理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也在關注明年Galaxy 24的發展的話 歡迎幫手哥按讚 記得要訂閱就可以收到手哥有關Galaxy 24的最新影片 拜拜